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近些年来他的这个治疗的药物啊 有了新的发展 治疗的手段也越来越高 那么他的这个死亡率还降低了 我记着在二三十年前急性重症 我们也叫急性出血性腺炎 那么他的这个死亡率达到百分之五六十 是很高的 那么现在降低了 所以你要说他急性重症腺炎 在临床上什么症状呢 那他什么症状都可以有 他可以消化到出血 他可以神志昏迷 他可以没有尿 这个病人可以呼吸困难 呼吸衰竭 可以心脏功能衰竭 主要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可以有腹水 有血样的腹水 肚皮可以有紫色的斑块 所以说这个急性重症腺炎是非常险恶的 一定是一个有综合治疗能力 而且要有好的医疗设备 这样子的一个医院 才能处理好这样的病人